好 好 現在準備開始的是議長盃女子A組的冠亞賽 由林巧琪先發 李萱接球 好,這一球被小琪抓到了 這一球是stroke,有小琪拿下這一分 這一場的裁判是陳文玲 目前感覺兩位選手 都有點僵硬啊,有點緊張喔 雖然他們兩個今年應該已經對戰不知道幾次了 但是還是會緊張 好,這一球 巧琪打到正手拍後場的弱點非常好啊 好,這一球打到正中間 李玉軒還走到正中間給球打 是一個stroke 剛剛巧琪的高調發球,李玉軒直接跳起來啊 把它截掉 提早打掉 這兩位選手觀戰重點的話可以看一下 好球 他們兩位的選球啊 這一球巧琪抓得非常快啊 是stroke 5比1 5比1 林巧琪放了一個小球之後很快的退開 讓李玉軒切內線進去 好,裁判喊了一下暫停 進去撿了一下毛穴喔 好,讓我們的台灣青蛙露個臉 好,現在繼續 6比1 由巧琪繼續發 好球 這一球 余軒這一球 掉了一個對角非常深啊 他今天的直球 目前看起來都比較偏中間一點 被巧琪抓了好幾次 不過剛剛的cross court打得倒是不錯 巧琪剛剛那個嘗試一個直球不夠深啊 好,這一球是一個變線的boss 有抓到 但是來不及啊 點不錯 目前有四分的差距 好,宜軒的招牌 可以看到他下腰啊 核心非常的堅強 深蹲女王 好 兩位選手的眼神跟肢體動作看得出來非常認真 完全沒有把這個當作兒戲的比賽 哦 巧琪最近的cross court的深度打得非常好 反而比他的直線有威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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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一球露出來了一點 所以馬上又抓了一個cross court 又 又被巧琪再抓一次cross court 一樣是cross court 兩次 讓宜軒在反拍的時候都有往後拉 有壓迫到 好,這一球出來了 但 宜軒的cross court 在擊球的時候打到了 林巧琪 旁邊8球 5比9 是stroke 由 李宜軒拿下剛剛那一分 哎呀,加油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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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巧琪有5個gameball 啊 宜軒在嘗試一次反拍drop 失誤啊 最後第一局11比5 由林巧琪拿下 目前局數1比0 剛剛第一局 結束的時候看得出來 宜軒好像手感稍微差一點 希望他這一局有一些調整啊 哇 神了神了 這一次一掌盃 李宜軒因為是工作人員啊 所以他一大早就到了 在場地待比較久的時間 剛剛裁判給了一個LED 我看起來也是覺得是一個LED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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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 對面那個第二場的球 飛進來啊 所以剛剛那一球暫停重打 加油啊 哦 李宇軒嘗試的這一個counter drop 非常有效 李宇軒的招牌出來了 一個boss 目前三分的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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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LED 所以怡宇軒拿下這一分啊 目前4比0 好這一球最後很貼強 這一球裁判給了一個LED BALL 將這一球出界了 1比4 可以打 那球還在那裡 他還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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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球 李宇軒 非常冒險 放了一個Drop 進了 中間跟前面 我都可以 我可以打聲 你知道 他在那中間的位置 你一定要我 我只能打 過了 過了 他打碳冲 他打碳冲來了 我怎麼打 兩位選手現在非常焦灼 最後 李宇軒敗在自己最擅長的BOSS 這一球的HOLD在一個拉直線啊 非常聰明 李宇軒在那一瞬間啊 被Taxi了 他往前跑啊 這一球NIC 兩位現在選手到位的速度相當的快啊 直逼男子A組喔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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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就目前看起來 兩個球場 兩邊的速度都相當快啊 很高興看到女子A組現在的實力已經和男A越來越接近了 哇 這一球相當貼啊 讓怡萱可以處理的角度很小啊 三邊8-9 4比6 他們兩位的教練也在外面看他們的比賽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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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球文靈判了一個NO LET 看 怡萱看起來是要爭執一下 我自己看到NATO我是覺得是有LAD的空間啦 不過裁判他有他的判決只要他的一致性有秩序是OK的 好 又抓了一次 裁判想了一下NATO應該判的是他判下了Stroke 一致性也不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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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靈OK的 一個LOB啊 把節奏整個緩下來之後 Hold 斜對腳 一個Kill啊非常漂亮啊這個Rally 啊 巧奇的球到後場的時候越來越貼強啊 導致了怡萱的一個失誤 好這一球怡萱很早就跟到 但是球稍微打太出來了 導致現在自己連續受壓迫啊 反壓迫囉 好 好 有一點身體的碰撞 但是 兩位選手繼續啊 不過這樣持續的身體碰撞 其實是還蠻傷的 好 怡萱一樣是跳起來先截掉 巧奇的高度發球 喔 連續加壓 但是這一球的角度不夠好 好 好 這一球怡萱目前看起來是在control的狀態 剛剛那一球 裁判給哥哥的no let決定 哇 喔 巧奇這個cross court其實 碰到牆 我看起來是球有一點滑掉啊 所以怡萱在後面跨步的時候 才會沒有接到那一球 7比9 目前比數來到7比9 這球 怡萱還是領先了兩分啊 不過剛剛的接發球 挖了一個很大的洞給自己跳 這個是巧奇他的發球優勢啊 基本上落下來之後再打 很難打出一個 有壓迫性的接發 哇 這一球跑出來了 其實還蠻危險啊 怡萱跑得快 哇 哇 巧奇想要來一個自勝球啊 但壓得太下面了 怡萱看起來蠻開心的 還在偷笑 兩位選手現在都打開了 旁邊發球9比10 現在比數是9比10 咬得很緊 到底會不會打第三局呢 這一球是關鍵 又是巧奇的發球喔 然後 接發的時候稍微出來一點點 他就是準備下一球 直接drop 好 喔 剛剛的連續兩球 怡萱都第一時間先截掉 不是結就是提早打掉 這個一個hold之後轉為對角 結果自己加壓失誤啊 不然前面那個hold打對角 其實還蠻聰明的 因為引誘自己的對手 往正手拍的位置靠攏之後 他才選擇打反手拍 結果一下子連續掉了兩分 反過來了 現在是12比11啊 巧奇拿下這一分的話 就拿下這一場勝利了 壓力完全落到怡萱這 有一點taxi到 你先打掉 hta瑋現在拼命的救啊 想要繼續維持在比賽裡 可以先打掉 所以我個人判斷是Level 因為它是有一點點Fishing 也都一起來 這是有一點Fishing 有點釣魚 巧奇剛剛那個其實Ready 起早可以先打掉了 所以這個剛好也是match ball 判了一個lip ball之後重打 最後是怡萱自己打了down 送給了林巧琪 林巧琪局數是2比0 拿下了一掌杯的女子AB組冠軍 亞軍是由李怡萱拿下